很快就來到Part3 也很快就來到2022年 我在這裡祝大家一句新年進步 希望你們今年平安和生活愉快 也想繼續多謝很多粉絲一直以來對我的祝福 和對我所做的事的一些 appreciation 好 也在這幾天 什麼叫這幾天 即是我出現Part2 在12月30日 到我整這條片的階段 已經發生了一些很應驗的事 因為我在Part2也說過 2022是雙魚年 會有一些宗教的迫害 而令到世人去正視宗教的問題 我已經很快就收到一個朋友 在IG的故事 就說 哎呀 真的 已經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已經是慘了 就是最近爆了一些新聞出來 如果你們想看 你可以放下這個屏幕 慢慢去閱讀裡面的東西 我也免得說出來 我免得太敏感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一件事非常搞笑 也很感謝有一個粉絲的報料 我真的有時很感謝粉絲非常熱心 可以令我正所謂半部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我都不用怎樣看新聞 有些人就跟我說這件事發生了 那件事中了 我非常感謝你們的熱心 有一個動物權益的問題 其實詳情 你們可以去Google 你們去打California Pig Law 基本上就是在美國 通過了一個法律 就說 哎呀 現在那些動物 他們住的地方 一定要令到他們更加舒適 要顧及動物的福祉 如果他們經常被你困住都不舒服 類似走地的計劃 但現在這裏就是講豬 也因此 你知道美國人很喜歡吃煙肉 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吃 不知道是否那麼好吃 所以有些煙肉 接下來會加價豬如此類的 當我看真點之後 原來不單是豬 原來真的包了雞 而且不單是價格 即是養動物戶 心灰意難 屁股不瘤 我買都不是給你 因為這個法律 會令到他們的養殖成本增加 回顧2021 有什麼預言又準了呢 我曾經說過 學習資源會緊絕 學生哥 接下來交書報費都會非常慘 果然 名校聖寶六 出現這個赤字 是很多年都沒有發生到這回事 然後 他們接下來會打算加10%的學費 你說這件事恐不恐怖 是不是會令到學生的供應力 上次去調整學費 已經是08年和11年的時間 即是十幾年前的時間 十幾年前不交學費 偏偏就是這個時候去加 是不是完全嫌棄了我 講學習資源緊絕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令我非常震撼 其實我當時是講學習 但原來學習和教育都是一樣的 我當時沒有講老師的資源都會很緊絕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 在8月的時候 教協是決定解散的 其實對老師來說 他們又少了一些資源 不知道你們再早有沒有人做教師 以前有沒有去過教協買東西 總之為某些原因 其實我以前曾經去過教協買東西 我去旺角 有一個大廈叫好旺角大廈 他長期都排出龍牌 因為那個升降機很少 然後有晚 然後人們都排在那裡搭升降機 上面有個教協 是有一個超市的 有家電去賣的 即是做老師 即是這些教育人員的 Fringe Benefits 也沒有了 這裏也是非常呼應到我說 學習教育資源會縮水的這個語言 接著令我自己最拍案叫住的 是在2021年某一個月 我不記得了哪個月 月頭我是出過一個post 去提醒一些做老師的人 接下來真的從幼稚園到大學 很多院校都因為收心不足 預料有機會有規模地 不單是因為有移民潮 這件事真的不到你不認 現在有些政府官員都被迫要承認這回事 還是因為整年封關 沒有一些大陸生下來去撐住這個局面 所以這件事其實我一早就說了 2021動文不動武 文教失算 什麼叫動 動你動那個文教 因為我們知道以前是打仗打到飛氣 封煙射氣 但是來到2021年不會再有這些封煙 它就是搞一些軟性的攻擊 果然在同一個月裡面 都不用去到月尾 23日左右 教育局就已經說有一個學校要去失效了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農場觀立中學 和九龍工業學校就要合併 所以這裡無論對學生還是對老師來說 都是一些資源緊絕的狀況 因為你剪掉那個quota 沒有了這個institution 所以老師又會失業 然後學生也會少一個選擇 這些東西我通通在21年已經早有預言 在21年我同時也都預測過 傳媒生態會受到如何的壓迫 還有我是用了一個占星理論去解釋 為什麼傳媒會受到壓迫 這裡我想請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剛剛聽完part 2說的2022的那個預言 因為2022這個雙魚年是緊接著2021那時有一段目雙魚時期的 所以2022的傳媒繼續會受到很多迫害 還有說真的過去這幾天 臨在年底之前 立場都離開了我們 但我相信他會回來的 但是暫時離開了我們 然後還有香港獨媒都 真的太不想提了 那這些東西大家都明白了 通通經驗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接下來22年都要有一個非常之強大的心理準備 大家亦都會很不夠資源去做些什麼呢 這個就對學生哥哥是比較慘的 原來是不夠資源去學習的 那可能我當你們就是 就是那個財政有些結局 而令到自己不能夠去continue一些studies 或者那個是那些書保費交不到 會有這兩大方面的資源貴乏出現的 那接下來我想說 其實傳媒有任何的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傳媒行業是會拿東西的 OK 如果你們是稍屬占星的話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蛤 為什麼傳媒會 就是那個行業身體會遭受危機的 那木星入雙魚座其實是一個廟強的位置 然後木星是主宰傳媒 那傳媒不是應該會好的嗎 那但是你們就正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要知道 原來不是雙魚座的木星主傳媒 是射手座的木星主傳媒 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射手和雙魚座是一個四分相 傳媒身體是會非常之 報的寒冬奇的一個信息 那我們要知道 好啦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木星管的 但是同一個木星在不同的星座 就會有不同的身份 就像一個人一樣 一個小朋友 在學校是一個學生 在家是一個義子 不同的星座不同的場所 它就會有不同的能量應用 所以我們不可以將這些東西混為一探 其實木星今年在雙魚座 剛才5月中先進去 然後去到7月底 好像是22、23日左右 就會逆行回到水瓶座 回到水瓶座 然後再到今年年尾 12月29、30日左右 一直到2022年就正式入雙魚座 再次我想預祝CCTV會執拾 接著還有不同的教育部門 機構等等的分崩離析 那我都 唉 肉乳還休了 你們慢慢去欣賞這裡的底圖 我去密礙一分鐘 會有很多很嘴賤的人 嘴賤的人在嘴尖尤其是一些文官 文武法官的民官 他們真的不是從事武職 是一些司長、徒長 不是警務署那些朋友 OK 我們就出來很多時候在那裡揍合 很多口水戰 然後在一些文化教育方面 學術方面就開始和我們洗腦 可能一些教育政策會有改變 或者一些學術機構會有一些變化 但是他們就真的很賤 他們就很喜歡包裝到事情很美 還在堂而皇之地講到這些事情是很為我們著想 就是看到他們的嘴唸我們就很討厭那些 但是夏年就算是沒有什麼很大激烈的衝突 因為這個國際都會的政府 開始都會用一些懷有政策 用掌賞 instead of 懲罰 他們說想罰 現在就用多些的獎勵 就不用罰了 就用一些文字 三文字的文字 就和你文字 不和你動武的 那就會有很多法律的東西 尤其是文化學術教育的方面 在全球華人三個語言那裡 我已經講了今年2021 文教學術方面會洗腦 動文不動武 以下半年的人看錄那段片 我已經講了現在目相如時期 傳媒會死硬 然後還有一件事 我是中到嚇死人的 是什麼呢 那時候我是說 有些賤人 有些文官 會嘴啾啾 嘴啾啾 就會在很多地方出口術 然後在動文教方面的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嘴啾啾的人是誰呢 大家猜不猜到 在留言裡打出來 有人馬上說了 有人馬上說了 是皮卡丘 是皮卡丘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就是皮卡丘剛好升文官 還有你們看看他 你們看看他的嘴 他的嘴是歪的 他的嘴經常戳起的 嘴是秒秒的 是不是 那時候我就說會有嘴啾啾的文官 果然 他本來是嘴是秒秒的 他的嘴是這樣的 還有他真的升了文官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意學占星的那些人 因為這個是受到不良的雙子座影響 因為雙子座是講的嘴 如果有不良的因素 就是很嘴賤 而且他真的升了文官 中到嚇死人 還有最近你們找到皮卡丘 他開宗名義說要打擊什麼 那些是思想 軟性 滲漏 要對付媒體 藝術 戲劇 是不是就是我一早在全球為人的三個語言 說的東西 就是要對付文化 學術 教育那些 承先分可啟後繼往方能開來 回顧完2021年有什麼語言 準了 現在來到最興奮的部分 就是2022年的新語言 這次要專題和大家探討火土俠 即是火星合土星這個上位 會發生在4月4日 兩個四字好像很害怕 不需要害怕 因為話說印度神童就說 4月4日會有火土俠 然後他就說到很恐怖 然後很多粉絲已經問過我 那4月4日是不是會出大事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熟不熟占星 但是火星和土星的確是尖星殼 裡面兩顆最大的空星 兩隻很恐怖的野獸 那他們兩個聚在一起 是不是很害怕 但是我現在就想告訴大家 其實不需要害怕 雖然他們兩顆的確是空星 但是這個世界上 你炸藥用得好 你都可以變得煙花很漂亮很璀璨 所以我可以在這裏確保大家 其實4月4日那個火土俠 並不是一件壞事 也就是說我跟印度神童所說的 其實我沒有真正去看過他的圖片 但是根據一些媒體的報導 然後我的粉絲又再報導媒體的報導 經過很多層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意外傳我 或者我不要說我跟印度神童 但是我跟他說 因為4月4日的火土俠會是壞事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土星是漂亮到飛起的 4月4日那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我們叫做水瓶座的妙主 那這個土是可以去包容這個火 因為我剛剛例如都說過 這個土和火都是兩大空星 兩隻野獸 但是你想想 原來現在他們是有一個力量強弱懸殊的 那個土星現在是哥斯拉 是大王來的 然後那個火星就等於一隻獅子仔 走了去哥斯拉的面前 所以哥斯拉是絕對有這個能力 可以去處理得到這個小獅子的 OK 這顆火星的 所以4月4日的火土俠並不是一個空相 但是知不知道最擔心原來是什麼 不是4月4日 是火土未合之前 聽實了 這個日子要抄低它 火土俠是發生在4月4日水瓶座 但是原來火星在3月6日 已經剛剛入了水瓶座的零度 然後他就慢慢向前走 往哥斯拉的地盤進發 原來火星剛剛踏入水瓶座零度 就是3月6日 到火土俠之前 就是4月3日 原來這段日子才是最恐怖 這裡要解釋一下時間脈絡給大家知道 3月6日 就是火星入水瓶之前 火星會在哪裡 我們就看看水瓶座之前的星座是誰 就是摩蝦又叫山羊座 其實火星在摩蝦座 是一個我們叫做入旺的位置 Exaltation 旺角的旺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所以這隻獅子 也不是空猛的野獸 它是一隻漂亮的貓貓 但是一去到3月6日 火星要入水瓶 離開這個漂亮的摩蝦 它那時候就一下子 是由天堂 漂亮的天堂 好像跌入了地獄 那這隻獅子就開始會發怒 還有這個火星在摩蝦 其實本身是一個怎樣的感覺 如果我要用一個人民社會的角色去解讀 其實它是像一位武將 一個大將軍 很受到皇上的氣重 即是那些楊家將 滿門忠義 他們整班人就很開心 但是 當火星離開摩蝦 即是這個獅子 離開這個漂亮的天堂 就等於皇上好像忽然之間 就聽了一些巡繪 在說一些殘言 就削走了這個將軍的母席 那這個獅子就會發怒 即是由天堂跌入地獄 它就開始會到處發脾氣 所以 當獅子剛剛踏入水瓶座0度 即是3月6日開始 它就會到處發神經 那一路去到什麼時候呢 就一路去到火土俠之前 因為火土俠是4月4日 那你就當它之前一天去到4月3日 那為什麼火土俠會好呢 因為我都說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超級無敵 大哥師奶去鎮住它 那這隻獅子都不得不復軟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3月6日去到4月3日 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 而在這段時候 任何東西都可以發生 例如戰爭 很多人問 哎呀 是不是打仗 大家知道 什麼地方最敏感 我們最關心的地方 是不是會打仗 如果打了之後 我們就吃不到美味的鳳梨 那些朋友 好 我就告訴大家 3月6日去到4月3日 是最危險的時候 還有我們再去看看 一些有機會牽涉的國家 如果我看 Wall Corner 即是牆的角落頭 那牆的角落頭 那牆的角落頭 那個本命盤 它的上升 就在水平座的1度 而月亮就在3度 這個是Wall Corner 的本命盤 而剛好 這個Wall Corner 今年呢 是在走一個 我們叫做水平白陽運 那這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是一個高階簽升學 那我不在這裡解釋 就是解釋這麼多了 那所以呢 原來當 就是我們一直說 火星入水平 由3月6日開始 那火星是白陽座的主星 那他入了水平座 那是不是會牽涉到這個 這個Wall Corner 正在走的水平白陽運 OK 因為的確 在天上面 由3月6日開始 火星是會入水平 OK 而我們知道火星是掌管白陽座 而剛好 今年這個Wall Corner 就是在走一個 我們叫做水平白陽運 那是不是會一次過牽涉到 同時 因為這個Wall Corner 那個本命盤 它的上升在水平座1度 以及在水平座的3度 它有月亮 那就是這顆火星 會一次過去引動很多的事情 會同時觸發到很多這些火藥燃料 OK 那所以呢 如果那時候會有一些 嗯 佔火的那些 是絕對有可能的 OK 所以如果由3月6日一直到4月3日都沒有事發生的話 那我相信其實由4月4日開始 大家就不需要那麼害怕了 因為那時候那個哥斯拉 是一個大過大 她可以去壓得住場面的 啊 那同時呢 嗯 那我繼續說一下 OK 那由4月4日火祷合開始呢 整個世界 現在是說整個世界 會有一種能量 就是說呢 一些武職的人 一些軍裝的人 就會變成condom 會 會是合一個邏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如果真的 在剛剛那段敏感的時候 真的有些地方打仗 OK 那我當4月4日火祷合 那當打完仗 好嗎 對了 那 那為什麼會打完仗呢 一定是有戰敗國 然後戰敗國 就要找一些 就是找一些將軍去祭旗 是不是 或者有些將軍要簽一些投降書 所以為什麼這裡就會呼應了 其實由4月4日開始 一些武職軍裝的人 會變成condom的 OK 那我們一想就可以 直接想到 打仗的那些 soldiers 但是同時 這個世界 我們不是說全部 一定要想到去 軍人 那有沒有任何的一些 紀律部隊 或者是沒有紀律部隊 總之是 就是穿一些軍裝那些 那原來這些這樣的 PK 那他們都會 變成condom的 那比如 就是有沒有 一些地方的 警暴很嚴重的 一定有啦 澳洲 我只是說澳洲 不要說我犯什麼 澳洲 之前 那些警察 類似若打市民 說他們不抵妙 諸如此類 相信由4月4日開始 他們就會 受到一些人的口誅不伐 然後他們又要出來 拍低威 然後可能 政府也不再補他們 還有 或者任何世界上面 都很多 警方的一些醜聞 是會被公諸於世的 所以就會令到他們的形象 是一落千丈 那跟著呢 針對這個火土俠 其實我是想說多兩項自信 首先呢 如果我當印度神童 真的說火土俠 是一個很空險的東西 大家要小心 其實我真心會很不買這個說法 為什麼呢 印度尖聲 和我們西洋尖聲 是兩套系統 首先知不知道印度尖聲 其實他們不是說叫Indian Astrology 他們是叫Vedic 或者有些人讀Vedic的Astrology V-E-D-I-C 然後印尖和西尖用的Systems 分別是叫Siderial 和Tropical的Systems 你們自己有興趣去Google Tropical大家都明白 Siderial就是S-I-D-E-R-E-A-L 基本上 你知不知道我們西洋尖聲 一般的星座是快過他們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當你是8月1日出生 我們一般會叫你是什麼星座 或者是什麼太陽星座 那是獅子座 但是如果在印尖來說 你就不是獅子座 你是巨蟹座 總之他們什麼都會買我們一步一步 整體上 所以我想說 4月4日有這個火土俠 我剛剛一直都說 這個火土俠 在西洋尖聲來說 是發生在水瓶座 是不是 但是如果 在印度尖聲 那會發生在哪個座 那就數前一個 就是摩傑又叫西洋座 我想說 如果火土俠發生在摩傑座 就更加不怕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土星在摩傑座 是一個妙主的位置 就是仍然是哥斯拉 OK 然後 但是火星在摩傑座 都是一個漂亮的天堂位置 就是說它會變貓貓 OK 如果真的根據印尖 摩傑座發生這個火土俠 根本這兩顆所謂的野獸 根本都不是什麼野獸 因為火星在摩傑座 是一個入旺的位置 記得我們講過 Exhortation 它只會是一個舒服 漂亮漂亮天堂的貓貓 然後 土星在摩傑座 它會是一個震得住場面的哥斯拉 但是不是一個到處咬人的哥斯拉 但是我意思是 它會是 可以容納得到 可以震懾得到 這個獅子 但是根本 in the first place 這個獅子都不是 空玩野獸 它根本是一個漂亮貓貓 所以 如果在印尖來說 根據我的一些皮毛的認知 那火土俠 在摩傑 絕對是一件不需要擔心的事情 好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一個 Extra的Point 然後第二個Extra的Point 就是 ACG 有追蹤在我 我都應該經常聽我說ACG 或者你們都可能 有人去找我 做過這個占星地圖的服務 Service M 好了 那我看看 如果火到合一刻 的那個ACG chart 挨入幣 聽著 台灣 中國 俄羅斯 這一大 Well 不過算了 那條線都不是很賴到北韓 對 OK 總之 主要是我說三個國家 OK 那 這些地方的領導人 或者是一些將領 將軍 不一定是現人 甚至是前任都可以 OK 那他們就小心會失去一些權力 有一些入獄的狀況 OK 或者純粹是病 或者甚至是死 OK 如果是真的關身體的毛病 那是一些什麼地方呢 就小心一些心臟 血管的毛病 或者中風 或者健雄 就是流血 OK 那 因為根據火吐合那一刻的ACG 原來就會衝到那些地方 一些政治高層這樣 OK 領導人 將軍這樣 OK 但是呢 你說 即它有沒有延續性 它可以發展到多久 當然我們最怕就是火吐合那一刻 4月4日 但是它就不是說只是那一天 那我會說呢 我們說是去到8月 去到8月4日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要說 我們說不到一個這麼實的日子呢 因為這個火吐合 牽涉了兩個氛星 火星和土星 分別呢 它們是叫快行星和慢行星 所以那個時間點呢 很難去 很難去告訴你 因為它們兩個那個速度不同 OK 那所以呢 但我又不想說 整個2022年都叫它們小心 那樣好像又太斜 是不是 而且因為它畢竟 都牽涉了一個火星的快行星 所以它又未必說會 啊 生日一路去到年尾 但是 保守估計 這個能量是可以有一個四個月的延續性 那就是去到8月4日這樣 OK 那還有 如果你 我們早點開始都可以的 因為早點 其實這個火吐合 它慢慢已經有少少合上的壓力了 火吐是步步進逼的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說 前 一個月左右 是的 那就是由3月4日 所以就是說由3月4日 去到8月4日 那三個地方的人物 就小心我剛剛會發生的那些問題 但是 總之 對於全人類來說 尤其是我們 香港人來說 就小心 最敏感的時候就是 火星入水平 3月6日 去到火吐合之前 即是4月3日 OK 啊 我想說 有些東西有幾巧 但是 你自己去判斷這件事 叫不叫喬 OK 在這個3月6日 早兩個星期左右 那就是2月22日 很多個2 很好的 2022年2月22日 知不知道發生什麼大事 你說 因為很多個2 就是這件事不是大事 但是其實 說真的 在零數學來說 Numerology OK 你看到那麼多個2 其實我們是說 一些人生交叉 一些抉擇的路口 因為很簡單 兩難局面 OK 有一個地方 就要面對一個兩難局面 就是一個叫做 分水嶺 OK 在哪個地方 在美國 美國 正式 冥王星回歸 大家有沒有不斷聽人說這回事 已經是鬧得熱熊熊的了 不過其實說真的 美國就不是說 真的在2月22日 才冥王星回歸 我以前曾經有一次Live 不知道一些片段是講過的 美國的冥會 OK 但無論如何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算到它 正確的那一刻 那就是本年的2月22日 因為冥王星 它走 雲一個12星座的圈圈 那就要大概248年左右 OK 就算250 可以用這些 如果我們算回 美國的立國日 是1776年的7月4日 所以如果相對2022 就是隔了246年 總之在2月22日 好啦 什麼叫冥王星回歸呢 就是說 那由立國相距246年之後的 本年2月22日 天上的冥王星 會回到同一個點 Where 美國立國一刻 那個冥王星的位置 是同一個位置 OK 那這些東西 通常要是一些大機構 大國家才會經歷到的 因為 一個人 就不會經歷到冥王星回歸 因為你不會有200幾年名的 OK 通常這些很大的團體 才會 讓我們去見證到 一樣的大歷史 OK 那當然我們也不會是 見證到美國第二次 冥王星回歸 因為我們不會 從今年開始再活多200幾年 對不對 好了 又有些東西很巧的 首先 我說 有什麼 我之前說的第一次的那個 就是 你想想 如果2月22日 美國冥匯 那可能他們整個國家 會出現一些 很大的交叉點 OK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牽動到戰爭 然後我就說 那個敏感期就是3月6日 是不是 還有這個敏感期 是對於全世界的 記住 我說開戰的東西 是對於全世界的 那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 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點裡面 連續發生這些事情 那你會不會覺得 有些少少巧妙呢 還是純粹 就是 你說 就是 聽者有意 或者觀者有意呢 會不會純粹是 我們人類的視覺 想多了呢 OK 那到時候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Anyways 但是呢 現在還有一件事很巧 就是說 那我當我去看美國 冥匯一刻 又是去看那個ACG Trust 同樣 又是一些領導人 將軍 甚至前任的 OK 都會容易出事 出什麼事呢 也是我剛剛之前 講火討合那一刻 那三個地區的人 的那些事情 OK 那 如果是講那些什麼 什麼前任的 將軍 那當然我不會認識美國的 將軍 但是可能領導人 那 我們自己不妨去玩遊戲 那你會想到什麼 OK 會不會是奧巴馬 但是不會是奧巴馬 他都還這麼年輕 對不對 如果我要講 身體健康 那就OK 但是如果我當身體健康 有事 我會忽然之間想到 會不會是 Well you know 或者 或者再前些 我們歷任有些什麼人 但是又要老老的 你沒有說黑林頓 黑林頓應該還是很年輕 可能布殊 老布殊 厲害 那 他們都要 如果已經病開 或者已經是垂垂老耳 那就小心一點 老人病 什麼重風 諸如此類 OK 但是因為這個 冥黃星冥回 他這顆行星 真的是 超慢的行星 或者我們是叫一個外行星 他是一個最外的星來的 向尖星學 所以總之 他的影響力 就真的非常之深遠 所以我會說 整個2022年 無論是現任 或者是前任的領導人 將關那些東西 都要小心 就是會有我剛剛出過的事情 來到這裡 我想送一份禮物給有緣的觀眾 我想問一下 在座有沒有一些 即將分娩的媽媽 或者你身邊有些人認識 是在2月15號 去到2月22號 就是 由美國的冥匯一刻 前一個禮拜 在這個禮拜裏面 就快生產 如果有的話 我見大家這麼有緣 我幫你們免費 紮一個日 去 去 開刀生嬰兒 OK 這個就不是說 我現在無緣無故去紮 是因為最近 我就幫一個媽媽去紮一個日 然後 我見到這個日子 就 真的非常之有利 OK 對於 她本人 對於嬰兒本人來說 或者對於 社會來說 對於西洋占星 跟據西洋占星 我們就不會計 有什麼父母充身 沒有一些 我們不計這些 也都不計男女 在西洋占星來說 OK 所以 如果在這個日 這個時候 有多些人可以出生 我都覺得 會是 會是一個 多贏的局面 OK 但是 我又不要說 天璣蝕我這麼多 所以我在這裡我不說 如果有緣的話 你們可以私信我 我最多給三個 但是 我不是讓你們走來好奇 走去問 而是真的 如果 你們在2月15號 到22號 會分辨的話 亦都如果你們是想著去 開刀生BB的 還有 provider 和你們 訂得及醫生 OK 不妨去私信我 我會給三個 很高膽 那就會給你們知道 有一個怎樣 如何漂亮的 黃道吉日和吉時 是給三BB的 好 那我們在這個 series的part 3 就暫時說完 2022的預言 現在來到 非常juicy的一part 就是去 驚天蝕备 王力魂 由黃先生和李靖雷的事情爆出來之後 我就保持著很忙 所以我也經常在各大平台 什麼都好 就說我很忙 那我忙什麼呢 原來呢 我就是忙去推翻他的盤出來 就是做那個逆推生事的服務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找過我 做那個service dot 這樣 好了 根據以後的資料 他就是1976年5月17號出生 當然我們要找到那個時間 嗯 我現在呢 就可以公佈 可以公佈一個 我很確定這個是正確的時間 讓大家知道 他究竟是 什麼時候出生的呢 首先 我 已經是95% sure 也帶點頭盔吧 95% sure 他是上升獅子座的 然後呢 我就 85% sure 他大概是11點幾出生的 OK 那如果呢 國下會看星盤的話呢 你只看這個10盤 你都不需要去推翻他的運 或者去逆推翻他的運 你只看這個10盤 那這個10盤裡面有些 什麼的 星座公位的分佈呢 太陽 金星 木星都在金流座 然後呢 水星就逆行 在秒公 雙智座 OK 其實你 還有你去看那些公位 這些通通的分佈呢 都真的好似 我們認識的 王力雲 OK 好啦 那你說 哎呦 原來你的揭物就是去揭人家那個 揭人家那個私人 多少點出生的 不 當然沒有那麼 低能啦 我跟你說完 這件事對你有什麼 有什麼那麼juicy 是不是 我想話 大家在他經歷了這件事之後 是不是以為他永無翻身之日 求出無期呢 No No 我可以在這裡預言給大家知道 即是根據 根據我 很肯定我推到的那些資料 OK 其實如果最快 OK 如果最快的話 它 即是暈暈暈 很快 在2月1號 基本上是2月 OK 在2月它就會 鹹魚翻山的了 OK 2月對它來說是一個很漂亮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 2月1號 我們有水瓶座的新月 嗯 以及這個新月是在12度的 OK 然後 2月16號 我們有獅子座的滿月 Precisely這個滿月 在27度 我想說 這兩個新月滿月 對王力雲來說 都是非常之大大大大的吉星 是可以將它由地獄 拉上人間 甚至是捧回它上天堂的 那儘管看看它有沒有這樣的福氣 和造化去benefit 從這兩個星像 揭卑完王力雲 現在就去講12星座開魂秘笈 我們之前講過寫手座 現在就去講第二個星座 但是呢 我又想打開一下 我弄這個part 3 弄到right now 真的在我錄製的時候 就是在1月3號的凌晨1點多 因為我是由1月2號的下午到夜晚 然後到1月3號的凌晨 那在剛才的3個多小時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唉 又是很快應驗了一些東西 第一件是不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在part 2之前 已經做過的 就是2022的預言 就是說 就是在這個商業年 傳媒會不斷受到打壓 而且就算不要說外界受壓 但是他們自己都會接賣 總之會是一個寒冬期 正所謂寒蟬效應 好了 那我就想說 在1月2號的晚上 10點多 對了 9點多 10點多 OK 眾新聞在官方平台表示 因為過去兩年 社會的狂變 傳媒生存環境惡化 眾新聞就宣布 在2022年1月4號 即是Tuesday起 就會停止營運 網站不再更新 一段時間後甚至會關閉 唉 所以 接下來這個2022年 大家真的要有一個非常之強大的心臟 這個是第一個我中了的東西 而第二個中了的呢 就有粉絲和我報料 就說 雲南省發生了一個5.5級的淺層強震 這裏呢 就跟我在 part 1的2022預言 也是不謬易及的 對不對 因為我就說 回到2022年 就是一個地震 尤其是甚麼地方呢 就是沒有火山的地方 沒有火山的地震 但我那時候就說過 例如四川 唐山那些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境內應該沒有火山 好 然後 雲南 的確就是在四川下面 OK 這裏也是中了的 好 事不宜遲 現在去講一下 十二星座開運秘笈 今天是講哪個星座呢 就是 摩蠍又叫山羊座 但是怎樣才為之摩蠍了 究竟是看上升 還是看太陽 還是甚麼呢 這個原理 我在part 1是有解釋過的 麻煩你去重溫多一次 好 摩蠍的朋友 其實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忙 賺錢 絕對不為過 因為在這個疫情的世代 經濟那麼差 開完節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真的挺欣賞你們 因為你們都真的叫做 能屈能伸 首先可能你們會去搞一些 好 好特別 好奇怪 一些 好特別的生意 真的以前 你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或者旁人都沒有想過 會有一些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去做 是的 又或者如果我當你去打工的話 你會是真的叫做 跳出了自己的commerce zone 還有是真的打破了自己一直去 一直去密守成規的一些底線 例如我當你以前是 只是覺得我打死一份工作而已 做到過世的 但是 現在是一個這麼 就是 這麼extreme 的時代之下 你終於肯放下身段 可能同時去打兩三份part time 諸如此類 這些事情我首先都要給一個讚好你們的 還有在這條賺錢路上 我也恭喜你 因為你們接下來都會繼續忙的 很多事情做的 但是我就告訴你 你不可以只顧著賺錢 獨股入味了 你要開拓第二條路 而這個第二條路呢 簡單一點 形象化一點 形象化一點 來說 是要去洗錢的 OK 所以你 on the one hand 我當你左手 你要繼續去開拓你的裁員 但是在右手呢 你要去施捨 布施 你要去打開你的錢包 OK 去幫人 去分享 去放下一些自我 不要經常 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要錢 我要賺錢 你也都要把這些東西 去派回給人 不過呢 不用那麼害怕的 我不是真的一定要叫你要去給錢 錢 因為 我只是給一個例子 例如 在佛教裡頭 講 布施 都有三種布施 錢財是一個布施 我們叫財布施 亦都有一種布施 叫無謂布施 亦都有一種布施 叫法布施 詳情自己去Google OK 而我想說 在這個 經濟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結局的年代 不一定要你捐錢 而 摩褶你們 其實 人生裏面 你們最大的資源 是什麼呢 未必是錢 但是肯定是時間 而 說真的 時間比錢更寶貴 一寸光陰 一寸金 一寸金 一寸光陰 OK 所以 真的 不是逼你要去捐錢 但是 如果你經常在家裡廢氣 是吧 看片 不如你去 付出你一些真正的時間 去做義工 OK 或者 就算 總之你去付出一些東西 其實 時間 可以的 反而 相比起很多人 可能他們有錢 但是沒有時間 而 你是一個有時間 的人 那 你可不好好去運用你的時間 去 保持出去給人呢 還有呢 我可以guarantee你 你去付出時間 你馬上會賺回 賺回什麼呢 就是一個更加大的交友圈 一個更加大的人際圈 而 說真的 這個世界上 識人好過識字 OK 好了 在做這些義工的方面 假設你真的去做義工 告訴你 尤其是服務哪些人呢 第一 是龍雅人士 第二 是不良於行的人士 透過他們身上 其實你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 OK 首先 你都會是擴闊了你認識人的那個圈圈 OK 但是其實在這些人的身上 你也可以去學會怎樣去聆聽 去溝通 如果龍雅人士 喂 我甚至當你可以去學迷手遇的 Why not 是不是 這個都是叫你人生一個很寶貴的資產 是不是 你懂多樣東西 不好嗎 還有 跟人呢 溝通的時候呢 不要整天 冷冰冰 不要整天 溝通永遠是一定要有些目的要去達到的 你可以是純粹 只是聽人去慎一下 OK 也是訓練你的耐性 那你去服務我剛剛說的那些對象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讓你去學到這些更加珍貴的人生的特質 OK 那我就告訴你了 你真的相信我啦 你不要獨孤藥味酒去賺錢 你付出一些時間或者金錢或者什麼都好 總之你有的東西 你真的肯聽我的說話去做 在2023年3月起 你多謝我都來不及了 你那時候真是痛哭流淒 哎呀 幸好那時候聽了你的意見 現在 即是你去到2023年3月起 你真的會有得著 你的成果那時候就回來了 嘩 什麼要等到2023年3月那麼久啊 首先 摩奇我都說了 你們最大的資源是時間 你們根本不怕等的 但如果想快的話呢 fine 那在今年的5月3號 因為會有一個目明錄分像 我們在這個上面我們在part2是看過的 那你們都可以去benefit from到這個這樣的聲像 然後就 透過你的助人的行為 是可以有一些 即是見到的成果 或者不要說成果啦 但會有一些滿足感回到你 所以懇請你們保持你們的善心和好奇心 多些出去四處走動 例如做義工 即我不想你是做一些可以在家裡做到的義工 即可能 網上不知道去幫些什麼什麼去宣傳 即是義教什麼都好 不是 真是下街啊 要去社區中心做的那些 服務人的東西啦 OK 不要經常挖在家裡 其實 你在年中去到十月底 會有一些 都其實不是叫屈 是你可能會忙於家事的 OK 但是 instead of這個時期 多些出去四處走動 OK 還有 今年是超級戀愛年 Wish我們向Part1都提過的 對了 今年就祝你們好運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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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